大家好 我是苹果妹 今天呢要来教大家如何把 iPhone桌面上这个灰色的Dock 隐藏起来 像这样子 想要隐藏iPhone的Dock 只有一种方式 就是使用特定颜色的桌布 那它的原理呢就是因为Dock 它在特定的灰阶颜色下它会消失 那另外呢选择桌布 也要看你有没有使用深色模式 如果你不知道深色模式是什么的话呢 就是当你开启深色模式的时候 你所有的App它的背景都会变成黑色的 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因为现在iPhone12 全面都是使用OLED萤幕 这种萤幕它在全黑的状况下是不发光的 也就是它是比较省电的 那另外呢也有一些人认为 在晚上的时候使用深色模式 对眼睛的刺激是比较小的 那如果你还不知道 怎样切换到深色模式的话没有关系 等一下我们下载完桌布之后呢 会来教大家怎样切换到深色模式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主题 就是下载这个隐藏Dock的桌布 我们会使用到一个日本的网站 那它的名字叫做Mysterious iPhone Wallpaper 我会把链接贴在说明栏或者是留言区 那这个网站非常厉害的就是它提供的 五花八门iPhone的桌布 是只有iPhone喔 那这个网站的桌布它除了可以隐藏Dock之外 它还有其他的花样 像是可以帮你的桌面加边框啊 或是隐藏资料夹之类的 所以如果你看得懂英文或日文的话 你就可以进来自己玩玩看 那看不懂也没关系 我今天就来教大家怎样下载 首先进到这个网站之后 你会看到这个画面 你就把它往下滑 滑到第二个项目 你就会看到这个隐藏Dock的图片 按一下这个 High Dark Wallpapers 点进去 然后这边有个广告 你就不用理它 你点一下右上角的这个叉叉 然后就会进到这个画面 那在这边呢 你就会看到非常非常多选项的 这个桌布可以做使用 那每个点进去之后呢 有一些还有其他的颜色 像是这边它就还有其他三个选项 或者是你看有彩色的这种啊 它还有八个颜色的 所以你要点进去才会知道 它其他颜色长什么样子 那另外呢也要注意一下 你下载的是浅色模式还是深色模式 那今天呢我会各示范一张给大家看 我们现在呢先学并下载一张深色一张浅色的 按一下这个All iPhones点进去 然后呢你把它往下往 你就会看到各种不同的颜色 你就选一个你喜欢的来做下载 那例如说呢我喜欢这个彩色的 我就点进去 然后进到这个图片之后呢 我长按这个桌面 然后它就会有一个分享 加入照片跟拷贝嘛 按一下这个加入照片 它就会存到你的相簿里面了 那现在我们回到上一页去下载一个 深色模式的桌面 那我就选这个All iPhones 里面有八个颜色 往下滑啊 就会有八个颜色出现 那我就随便选一张这个 深蓝色的点进去之后呢 出现图片长按桌面 然后这边就可以选这个加入照片 下载好之后呢 我们去打开相簿 打开相簿之后呢 你应该就马上看到 你刚才下载好的桌布 那我现在先示范一下浅色模式的桌布 按一下左下角的分享键 然后往下滑去找到作为背景图片 点进去 然后下面你就会看到有一个视角缩放已开启 你就按一下这个按钮 然后就变成视角缩放已关闭 然后按一下右边的设定 它就会问你要不要同时设定锁定画面 那我们现在呢先选这个同时设定 那这样子呢你的桌面就变成这个桌布了 然后在浅色模式下这个Dark就隐藏起来了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怎样设定深色模式的桌布 不过在这之前呢 我们先来教大家怎样设定深色模式 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从控制中心 里面你就会看到这个按钮 这个就是深色模式的按钮 那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按钮的话 就要到设定里面 我们先打开设定 然后这边呢我们去找到控制中心 在这边控制中心 进来之后呢去找到深色模式这边 然后按一下左边的加号 加号 然后它就跑到上面来变成这样子 那现在呢你只要打开控制中心 它就会出现这个按钮了 在这边 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直接到设定里面 我们先回到主画面 然后呢按一下萤幕显示与亮度 然后这边就可以去切换这个 深色跟浅色模式了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怎样设定这个深色模式的背景图片 一样我们打开相簿 然后去找到你刚才那张深色的桌布 然后按一下左下角的分享键 然后去找到作为背景图片在这边 然后一样呢这个视角收放要把它关起来 然后按一下设定 然后这边一样我们选这个同时设定 设定完之后呢回到主画面 这样子这个Dark就隐藏起来了 那一样呢就是这个深色模式 它一旦切换到浅色模式 它的这个Dark又会跑出来了 所以在选择你的桌面之前呢 你先想一下 你平常都是使用深色还是浅色模式 再去做下载 那刚才那个下载桌面的网站 除了可以隐藏Dark之外呢 它还有其他很多很有趣的功能 像是它可以隐藏这个通知啊 就变成它的桌面全部都是红色的 或者是你也可以帮你的桌面加边框等等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玩玩看 里面有非常多有趣的这个桌布 好的 那我们今天隐藏Dark的教学就到这边 大家有没有顺利的把它隐藏起来呢 记得在留言区跟我讲哦 另外呢 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学的iPhone教学的话 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